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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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别出事 等的就是 我认为你 老板 杨大爷 十多年不见了 这位是 他是儿子小康 小康 快问我老板好啊 老板好 这回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上次当着这只眼睛 救回了我布庄的买卖 可是好景不长 这会儿 我连祖上留下的宅院都保住了 我实在是没脸去见我的祖宗 老板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我也要把我们杨家的祖宅给赎回来 我请你再帮我一次忙 不 我求求你 再帮我一次忙好不好 杨大爷 这回你想点档些什么呢 我的胳膊 我的腿 甚至我另外一只眼睛 只要值得档的 我都愿意档 你需要多少银两 数为你的祖宅呢 一万两 白银 不 黄金 不是个小树木啊 你的阳寿所剩不多了 你的有生之年 再也数不回这只档梧了 这回你的档梧 要再贵重一些 老板 你千万要帮我的忙啊 只要我能档的 你尽管开口 甚至 我的儿子 我要这孩子的脑 他的脑子 不出三个月 你就会失去你的布庄 还有你的住宅 这孩子将会终身兴起 受尽凌辱 伤不如死 可是 这孩子要是没脑子 那不就成了白痴了吗 保住了祖产 这孩子会一辈子不吵穿 不吵痴 老板 我相信你说的 那你就花牙吧 不吵痴 你们回去吧 慢着 你先下去吧 小姐 你怎么回事呢 你看 你有这蝴蝶 蝴蝶 抓蝴蝶 小姐 你要抓蝴蝶 小姐 你要抓蝴蝶 不要 我不抓 你走开 走开 我要抓蝴蝶 你去哪里 我不要去 把我抓蝴蝶了 抓蝴蝶 你不要去 蝴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奇》 《曲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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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不是喜欢干什么 我们一块去尝试 他没有明天 怎么了 放过他 主人 你在跟谁说话呀 主人 求求你 放过他 到底在跟谁说话呀 他在跟我爱情 你是谁 我是八号档库的主人 八号档库 他要我放你 你可愿和八号档库做买卖 不要 蓝婷 千万不要 你是不是拿了档库里的什么东西 救了我的命 只有命才能换命 我要你给你做买卖 我用我的命 坏他的命 蓝婷 他的命是我的 没人能换走 这笔买卖不能成交 主人 蓝婷 你知道规矩吗 我给你永无止尽的财富 长生不死的躯体 预知生死祸福的能力 只要求你回报武漾 忠诚 忠诚的管理八号档库里的每一样典当者 不得据为己 而你力 却仍然背叛了他 我爱他 我只要他活着 他点到了什么 好来换他的命吗 没有 那就是你思想受受了 你该知道你的下场 Interview with Jeff 你职车 你でしょう 你要连鼓洪 抓leep 断 你就紧 三 perform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開的 這樣很扯 怎麼又是你 走開的 好痛 漂亮 一拜天地 二拜大堂 來人 快點黏出去 呼之江啊 東入大堂 這地方你也會來看你一輩子了 就這麼等得及了 唉唷 你小姐耶 這還沒進洞湖 對嘛 先回來 這是不奇麗的 不會 走開的 走開的 野獄 那裡 走開的 少爺少奶奶 应该不会有人再来了吧 应该是吧 灭了一整天 终于能够顺畅了吸几口气了 好久没有穿汉服 真是有点不习惯 早知道啊 我们就用西洋的成亲方式 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让神父帮我们证婚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规矩了 莫 这几年来 我都在洋学堂读书 穿的都是西洋衣服 我带的都是那些个 我们终于是夫妻了 从今往后 再也不用分开了 对 再也不用分开 陈中文 陈中文 继续找 莫森 好看吗 这是学堂的师母 Mr Brown送我的 是她亲手绣制的 她说 要在新婚之夜 穿给夫婿看 这是西洋礼节吗 不算是啊 算是师母的爱心 很有祝福 我也听说 洋人是要抱新娘子 入洞房的 洞房了 洋人是要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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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对不起 少林 为了要带这个人 把您给惊扰了 请您原谅 我现在马上就把他带走了 出来 你给我出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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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下 不要 少奶奶 少奶奶 这小偷也是在别地方犯了案子 我现在就把他住了搬回去 不要 不要帮我送他 我死了 救救我 不要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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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吧 他是的 男同学 找把他送关 他救了 会不会 太残忍了 他是少奶奶 他 不是硬 他 他 还是主事 他 我 Nintendo 那 Nike 他 等一下 怎么了 外面还有人吗 刚才不算 现在才是正式洞房 等一下 怎么了 我会不会太冲动了 韩兔说得对 我们不知道那孩子的来历 会不会招来什么货事 会有什么货事啊 顶多给他点吃喝 放他离开 也算做善事吗 我说新娘子 你的心思 可不可以多放你在我身上 你叫阿金是吧 慢慢地吃嘛 没有人跟你抢啊 看你这样子 也不像是偷拐抢骗之辈 为什么不好好找个正经活营生 靠着偷东西吃 就能管你一辈子 老爷啊 你不要说是正经活了 只要给我吃东西 喝东西 让我做牛做马 我都可以哦 我长得不好 没有人能留我 我就吃出老板 他哪里来的 乡下 家里还几个人啊 爹娘 还有两个伯伯 他们不管你 他们管不了我 我可不可以再拿一点 你还没吃饱啊 你还没吃饱啊 不是啊 现在拿一点啊 我明天就没得吃了 我可以放着 你真是不惊讳 大爷 你不懂 这几年 家乡老发大水 收成都没有了 家家户户都在爱饿 那 我的哥哥就想说 出去可以早点吃了回来啊 没想到 他们一去就没回来了 听人讲 他们 他们就饿死在路边 后来 我才知道 他们不是饿死的 是病死的 过没多久 水里头就有瘟疫 死了好多人 我 我看到好 好 好多死人 他把他们都埋了 他 大家就 饿得慌 我 没有人 在吃那些死人 原来 原来你经过了这些 可怜 真是可怜 我原来都想要忘记 我 我只要一瓶声音 我就看到他们那些死 他被我 他被我 杀了 我 我不 我不想死 我不要 他死 我不要 死 谢谢 你放心 这是省城 没有听说有人饿死的 好好吃 这位爷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谢谢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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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先问大喜 怎么就来了 我还想您 要过几天才会来 歇个三天也够了 成亲是一辈子的事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少奶奶真是事大体 少爷 你好福气 说真的 少爷 您不在这几天 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 少爷 你看看账簿 出了相口 往南大街走到底 就看到咱们钱庄了 东西交给少爷 赶快回来 千万不能打烦 这是少奶奶 亲手给少爷做的午饭 知道了 知道了 阿金啊 这次老爷夫人能收留你 你要好好地做 给我争个面子 好 这位姑娘 你有什么事 这 这个是少奶奶要我给少爷的午饭 好 那就交给我吧 行啦 你可以走了 我买姑娘的银子给全输光了 我买姑娘的银子给全输光了 我买姑娘 我买姑娘 是不是迷路了 是 你是从外地来的吧 要找亲戚 我没有亲戚 那 我就是来找工作了 我买姑娘 我买姑娘 你可得千万得小心 这省城里面 偷拐抢骗的坏蛋多的是 每一个人孤身在外 可千万要小心 我现在是有一份工作 但是我这次出了门 我就迷路了 可惜了 可惜什么 你长那么漂亮 又已经有工作了 我们东家正在为我们家小姐 找一个随房丫头 公吃公住一个月 还给十两银子呢 十两 不然这样吧姑娘 我看你也挺老实可靠的 我们到那边酒楼收去 边吃边聊 让你吃个饱 吃个饱 我真太开心了 你对我真好 快 我们快走 小豆子 这就是我要的人吗 不是 满意满意 你别生气 你可别气坏你的玉体 满意满意喜怒 你听我解释 我的银票被人给爬走了 所以我只好带个人回来给您交差 这也是不得已的吗 我要这种货色干嘛 我这是穿满楼 不是乱葬缸 干嘛 你要看人见鬼啊 我喜欢接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家里人多想要跟你靠近一点 说句话都好像犯规似的 小姐 比起你们家吕家世代夫门帝 我们还将算规矩少了 你父亲是朝廷的驻外官员 你从小跟着你家四处见识 去过不少地方 又能够通外人 当然也有很多好的机会 但你却愿意嫁给我这个商家子弟 能得你为妻 我已经很满足了 对了 你还记得晨晴那天晚上 躺在门口那个丫头吗 你是说阿金是吗 嗯 你不提 我几乎忘了这个人吗 韩通不是把他留下来了吗 好好的 为什么提起这个人呢 听说他跑了 你给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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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出去 不要 不要 我不要去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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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韩通 让他给你送米饭去 就没有见他回来 好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跑了 跑了就跑了吧 也许他找到更好的去处 本来把他留下来也是一番好意 怕他受寒受恶 如果他有其他的好去处 我们应该成全他 求求你们 我要喝水 我要吃东西 我要喝水 给我吃东西啊 瞧瞧你们 给我喝水 我要吃东西 你明天钱庄忙吗 可不可以陪我去教堂一下 明天是神父的生日 我给他准备了份礼物 想给他送去 明天早上 我先到钱庄一趟 然后再回来接你 来 来 来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小孩 神父 生日快乐 这是我安寒乐 特别为你准备的礼物 夏许丽 谢谢你 我非常感兴趣 快打开来看看喜不喜欢 不 你怎么啦 诺 你怎么了 诺 你怎么了 诺 没事 我没事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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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关系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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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求求你们来救我 少爷 想清楚了吗 死丫头 你已经签了卖生期了 你就算是去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我们满意肯收留你就是你天大的福分 现在是什么年头了 你到哪里去找好吃好穿的日子 除了咱们春满楼 肯听话了嘛 老娘可没那么大耐性 我从大尾都没有说不听话 只要跟我吃饱了 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是啊满意 这丫头没说不从啊 怎么样 爹娘 爹娘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大夫说没事了 大概是我吃坏的东西 吐出来就好了 爹娘 是媳妇没照顾好 是媳妇不是 这个不怪你 这么大的人了 连吃东西都不注意 还指望他把买卖照顾好 儿子不舒服 你就少说两句 咱们走吧 让他多休息会儿 好 可以 你 我 如果知道你人不舒服 我跟你说老实话 好不好 什么老实话 我从来就不信什么神明偶像 你那个天主上帝啊 一定是不高兴 想要给我个夏马威 让我对他心生敬畏 天知道你在他面前说我什么小话 以后啊 我看要对你好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手拿开 手拿开 你给我听清楚 从今天起 你就是芙蓉的开房丫头 她要是站着 你就不准坐着 她要是没歇着 你就在门口号她看着 要是有什么差错 老娘就发来的皮 听清楚了没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啦 好了 满姨 这丫头既然给了我 我自然会管教她 那当然 你不嫌弃啊 是这丫头的福气呢 脸上的斑 她里带来的 可怜 来 你上天 我死就跑了 你 我 你 我 你 不要 我 你 我 嫡 你 你 又不是七老八十的 你这样缠着我 让人家看到会笑你的 由他们说去 这个地方是你选的 我这回呢 用红高凉酿酒 一定别有风味 现在买下去 等咱们儿子买约的时候开封 酒香四溢 也是佳话一则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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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备好了 好 先送我到钱庄 再送少奶奶去教堂 是 我先到店里看看 晚点再去接你 这位是白生妇 你没有见过对不对 还行 很高兴进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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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手扭到了 韩先生 常听运营提醒您 您能够支持运营来教会 这在中国的家庭是非常难得的 你有没有想过和运营一起成为教友 好 主会赦免你一切罪恶的 你不喜欢白神父是吗 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怎么谈得上喜不喜欢呢 反正只要是你喜欢的人 我都会喜欢 你别看他年轻 白神父可是很有学问的 他是罗马教廷特别派到中国来的哦 假以时日啊 他或许会成为中国地区的书籍主教呢 主会赦免您一切罪恶的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今天跟爹说起一件事 我想为我们钱庄在上海开一家分店 上海 对 上海 上海现在已经是国际性的大港口 腹地辽阔交通便利 而且有很多欧美国家的企业都去了 我看准我们钱庄在那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就你一个人去 当然不是了 我已经跟娘说好了 等你做完月子 我要带你一起去 这寒衣弄森的重责大任 就要交给他们了 你就舍得丢下你儿子 不要紧 到时候呢 你很快就会有弟弟或妹妹了 怎么了 我肚子 肚子 肚子怎么了 月音 好痛 月儿 言论一下 嗯 对 真的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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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慢慢来 快来 快来 真的 是 你们快点啊 快点 来了 夫人 韩东 快去通知老爷 好 快东西快快 快快 你不能进去 你跟大男人家进产房多不吉利啊 娘 现在都什么年头了 你还没信这些 现在要出生的是我的孩子 我知道 不行啊 要是撞了什么晦气 别说你了 媳妇跟孙子都会招来不吉祥的 娘 不行 你给我在这等着 媳妇不会有事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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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贴 难道 不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